今天身高5尺8寸172公分的日本后卫河村永辉 正式得到了来自于辉熊队的双向合同 让他不仅成为了自渡边雄泰之后的 又一位打上NBA的日本球员 还成为了自1976年ABA和NBA合并以来 仅有的9位身高5尺8寸以下的球员 大家好 我是Terry 整个季前赛期间 辉熊队一共取得了三胜两负的成绩 而河村则打满了这五场比赛 他场均出战15.1分钟 贡献3.4分 4.2助攻 而一共送出的21次助攻 则为辉熊全队之最 尤其是面对步行者那场 河村更是较出了10分7助攻的数据 不可否认5尺8寸身高的球员 防守上的短板和得分上的难度之大都显而易见 他每场都要面对比自己高20公分 甚至是25公分以上的队位者 但河村把自己的优势也全部发挥了出来 包括球伤 突破 传球和拼搏精神 而在场下河村永辉的工作态度 和队友们的相处也是其加分项 包括在辉熊官宣 双向签下河村之后 球队老大枪王还在社交媒体上专门贴出一张河村的照片 以示支持 随后就有体育专刊记者透露 说枪王一直非常挺河村 例如在之前一场季前赛之后 他专门反复确认记者们的动向 确保河村得到足够的曝光量 一名菜鸟可以赢得球队老大的尊重和支持 基本上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172公分的河村永辉靠着这5场季前赛 完成了很多人眼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确实非常优秀 非常励志 从这个角度讲 河村永辉替前赛值得A的评分 其实替前在灰熊阵中表现超过人们预期的菜鸟有好几位 来自于普渡大学的首轮90位行手Zak Edy尤其突出 他无场比赛场均出在20分钟 拿到12.2分7.2篮板一助攻一封盖的数据 不仅在对阵步行者的比赛里 打爆对手全部内线 独得23分9篮板 更在控制失误和犯规上有明显的进步 在首秀出现5次犯规之后 他在剩下的几场比赛里 加起来才被吹了三次犯规 防守端减重后的Zak Edy拥有优秀的护框 篮板和合格的移动 而进攻端 他可以为队友做出掩护后内线吃饼 也可以靠着身材和蹲位 利用不错的低位技术去强打生吃 而接下来他需要学习的 则是如何从主力一起在场上打球 这位球探表示 如果灰熊教练组可以善用Zak Edy 同时后者和先发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 就会逼迫对手球队因此而做出调整 否则就会付出很大代价 那么他的威力就会减半 但那都是后话 至少在K Edy在季前赛的整体表现 打脸了一部分质疑者 也值得A的评分 此外球队今年二轮39顺位新秀 来自于华盛顿周历的极战力 Jillian Wells 延续着夏季联赛的优秀状态 在季前赛打满五场 场均可以贡献14.5分 4.8篮板2.6主攻的数据 投篮命重率45% 三分球命重率48% 这还是在场均出手超过五次三分的情况下 身高67寸201公分的Jillian Wells 不仅拥有侧翼球员的标准尺寸 不俗的防守和远头能力 还拥有新秀少有的大心脏 在夏涼和季前赛期间 就有过多次上演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戏码 他成熟且稳定的表现 同样值得A的评分 兄弟们 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